下一個是很簡單 但是呢 會考程度的考試已經考過很多遍了 就是光跟顏色 問你說它會變成什麼顏色 看起來什麼顏色那種 考過很多遍 很簡單 就是你能夠 一定要有光進到你的眼睛 你才看得到東西 什麼樣顏色的光進到你的眼睛 你就看到什麼樣的顏色 基本上是這樣的 所以就是 物體反射光線或透色光線 什麼樣顏色的光進到你的眼睛 你就看到了啥顏色 基本上是這樣 那所以你會看到它是一個紅色的紫 因為它反射紅光進到你的眼睛 它吸收其它的光 只反射了紅光到你的眼睛 你看它是一個綠色的玻璃 就是光進來的時候 只有綠色光會穿過去 其它光都被吸收 所以你就看到綠色光穿過來 你就看到綠色 它是一個綠玻璃 所以就是別的光都被弄掉了 只有這個顏色的光反射或者是透射出來 看到這樣的銀色 如果你所有的光都被吸收了 沒有光到你的眼睛就變成叫做黑的 就變成黑色 黑黑的 那所有的光都到眼睛就變成白的 這世界上沒有黑色的光 黑色就叫做沒有光 沒有光 就是沒有光 OK 人的因為眼睛鬥照的關係 我們跟各位講過什麼柱狀細胞 什麼等等的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被三種色光會反映 由這三種色光組合出所有我們看到的顏色 所以這三的叫做光的三原色 RGB-紅藍綠 紅藍綠 紅藍綠 如果是RGB應該叫做紅綠藍 RGB應該紅綠藍 紅藍綠 光的三原色 由這三種色光組合出所有我們看到的顏色 這樣紅色加綠色會變成白色 紅色加藍色叫做陽紅 然後呢 綠色當然叫做青色 全部在裡面叫做白色 這叫做光的三元色 這個算是加碼 有反色紅光 有反色綠光 兩個紅光綠光同時近眼睛 就視乎你的眼睛 然後呢 訊號到大腦就變成黃色 這是加碼 加碼 OK 這就是光的三元色 另外呢 還有光的三元色 那麼所有基本上會發光的東西 都是用這個東西 我們的彩色電視機 它就是這三個顏色的光出來 組合出所有的顏色 組合出所有顏色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彩度 明度色 這是美術老師教的 視覺藝老師教的 我們國中文化考試沒有這個 我們的紅就做一種紅 百分之百的紅 綠就是這種綠 百分之百的綠 沒有那個差別 沒有差別 還是實際上還有所謂的彩度 明度 這個是視覺藝老師會教給你的 OK 我們不理他 那麼還有一個叫顏料三元色 所以 陽紅跟黃色混在一起 陽紅吸收別的光 黃色 最後只有紅光會出來 所以陽紅加黃會變成紅色 加紅色 可是你全部混在一起 就是全部都怎樣 吸收到就變怎樣 變成黑的 變成黑的 所以 表示顏色做法 就是倒過來 剛才是RGB變成金黃 陽紅 現在變成陽紅 黃跟金變成RGB 這樣子反過來 不過很少人討你 顏料的顏色變化 顏料的顏色變化 那這樣討你 全部都改了 變黑的 然後呢 我們就會去問你 因為我們教你說 你會看得見 你穿著紅色的衣服 綠色的褲子 照一個藍色的光 那你看看出來 長長出什麼德性 長長出什麼德性 好 會什麼德性 所以就這樣子 你要做顏料的三元色 所以你全部混在一起 就變成黑的 你看看 全部本來就會變成OA 變成黑的 又是有關於三元色的部分 他內容非常的少 很簡單 但是考試考過很多遍 所以你把重要的觀念 要了解 要記住 可以嗎 可以